第六年为谋护服品担任代言人的许子珊 21日先生拍摄新一级宣传照 一新惹火的敌凶高潮玩礼服 大售傲人事业线和煤菜 主办方特别准备花招汤给子珊赏用 让他背叛握心 关键还有令人满意的代言费 谈及好友黄宗泽进来与杨真的姐弟恋 复品不断 作为迎聘情侣的许子珊 似乎有些戒弟 其实我真的没留意他的新闻 因为最近其实一直在忙 然后我又没有空看杂志或者什么 当时我还是觉得两个人派脱的事情 也是两个人的事情 别人也不好管 其实我觉得他们高兴就OK了 他们开心就死了 身边的同事们像黄宗泽 林峰 杨姨等 一个个都处在密影当中 单身宇宙的紫山还不着急找一个男朋友吗 我真的其实今年新年的愿望就是 可能要找一个男朋友这样子 我一直在找 我找不到 等缘分吧 那另一半的条件是什么 条件啊 其实没想太多 不是对我好 其实我是比较喜欢年纪比我大的男生 因为我觉得可以教育不到我 这样子我会觉得特别好 东兴娱乐 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